有一個也是很嚇人的新聞 就是兒子去殺了爸爸 哇 他用車子把爸爸蓄意撞死 那據說媽媽還一直替兒子求情 這個有字 講一下 這個不同的節目討論不同的方向 那之前我們討論的是這個逆子情節 那但是這一次我就Focus在 那個媽媽在法庭上的表現 主要是一個爸爸 他家裡狀況生氣算不錯 但是那個小孩子就不學 也不說小孩子已經二三二十幾歲 二三十歲 二十六 那他爸爸一直希望他好一點 他比較困難的 他們就父子一直一起出去 然後在車子上他爸爸給他洗洗淋 然後他載他爸爸去某個地方 他爸爸洗洗淋說你要打拼了 但是他兒子一直要跟他爸爸講一個事情 你不只要車給我 不只要好的車給我 他爸就認為說我為什麼要幹這個事情 結果他爸爸就下車了嘛 他兒子越想越氣 所以你可以知道他溺愛到什麼程度 後面把他爸弄死 直接給他撞死 撞死之後呢就上了法庭嘛 他上了法庭一定開始就會judge他 結果第一次就判無期徒刑 就殺害直系尊親署嘛 然後結果後來是他媽媽在法庭上的表現 讓大家很意外 他媽媽去到從頭到尾 完全幫兒子講話 甚至他怎麼保他兒子 是辱罵他的老公 他是跟法官講說不是我兒子不對 是這個我老公有問題 他被撞死是應該的 因為他老公太過於強迫 因為我家族企業第一 他先要讓我兒子一定要接 他壓力很大 然後又不給他好的東西 然後是先把嫁禍給他老公 他的那個訴訟邏輯 然後是之後那個法庭的動作 讓法官很傻眼 所以跟記者講 他傻眼之後 他跟法官講說媽媽我想抱你一下 他跟法官講 你記得以前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犯錯不到警察局去 然後因為媽媽很溺愛他 他說媽媽我可不可以最後吸你一口奶 對 你要記得那個以前那個故事 然後媽媽最後在警察局裡 還真的讓他出來 就是他把他奶頭咬斷 這是台灣的常常流傳 他其實真的有這個故事 但原版不是這樣 要斷斷是因為媽媽沒有好好教他 就你連到最後我都到警察局了 你還溺愛到我 我我我我你願意當眾坦胸肉嚕 那這個就有點像 他就他媽媽還是希望那個抱他媽媽 法官他媽媽還願意說來媽媽抱抱 你知道26歲然後在法庭演這一出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你溺愛到一個地步了 這就是一個媽寶最最最最極致的表現 對啊 因為這個新聞是這樣 主要是他是娶了一個中國太太 那中國太太來到台灣 他生了一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跟媽媽其實一直在上海 那這個這個先生啊兩邊跑 對 可是這個小孩啊 就是說 來到台灣的時候那種穿著就是非常奇妙衣服 那可是這個爸爸呢 又是一個社會上有名望的人 那出去的時候他就一直跟他講 你不可以穿這種衣服回去換 那有時候兒子會想換 有時候兒子就更不想換 衝突很大 那有一天呢 那要去見就是商界的有頭有臉的人 那就叫他穿著很很正式 然後在車上呢他就不斷地唸他 唸他 唸到 後來兩個人衝突 爸爸就說 別人開啊 我不開車了 然後叫他說 你車子你開回去 他要下來散散心 結果那個兒子趁機看到爸爸這樣很生氣就把他撞死了 撞死了 我猜這個跟母親對他的寵溺非常有很大的關係 這樣就超級大悲劇